被称为江南第一私家园林的苏州园林静思园24号流拍 起拍价高达1.45亿元人民币 吸引了超过6万人次围观 但最终因为无人报名而流拍 静思园是民营企业家陈金庚的私家园林 曾经历过多次拍卖 这次可能是对苏州静思园公司破产资产的处置 中共官方发布数据显示 8月份包括苹果的iPhone在内 外国品牌的智慧型手机在中国的销量同比下降12.7% 去年9月中共将iPhone的使用禁令 扩大到政府支持的机构和国有企业 再加上本土手机的竞争等因素 使得外国品牌手机在中国的出货量下降 在过去短短的三个多月内 中国至少发生6起中共官员被杀命案 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议论 分析认为中共的官官相护 官大一级压死人 司法严重不公等体制性黑暗 致使中国人有约难深 形成很重的戾气在社会上蔓延 这种激情的隐命换命的反抗 最终会压垮中共政权 广东省连江和辽政朱勇小学的校长 因为学生忘记戴红领巾 而掐住该学生的脖子 并在扳岛拉开后继续追打该名学生 事情曝光后引发民众愤怒 并登上了社群平台热搜 金唐人亚太电视真理报道